好的 各位大享堂股民朋友 大家下午好 我是老奈 周二值班 爬会和大家聊一下 大盘窄这个位置上呢 就是 昨天那一天呢 就是周末出所谓的利好 不说这个 那么他是昨天放量 进入了上涨段 那么今天量也满足了 还需要两天时间 那就进入上涨段了 那么 这个位置之前跟大家讲了 他是故意下来的 有连羊上去的 回的时候呢 再连羊上 那么应该是回来 位置还是不到的 他就回去了 那么这是所谓的利好 对吧 利好 那么 他的空间多少呢 就是这个第一点 这个第一点 那么这是高点 这是形态的破底翻 这是第一个 第二 昨天那个羊 上万一那个羊线 就是把这个缺口封闭了 封闭了 大家都知道 这叫什么形态 对吧 这个东西 那么量也够 那么能不能连续上呢 他就有个条件 就是每天都要放量 用滚量上去 滚量无非就是建藏量 或者出货量 他没有量 那这位苏良阳低点路 就给阴线 他要回来一下的 但是现在我们看什么 那么关键什么 就是他进入了上涨 多少以后呢 需要还需要两天来确认 这第一个 第二将来 10 20均线的时候 他有个阴线拉回 那么都是买点 那么之前我们在这个3089 这个地方3089 3089这个位置呢 以下都是坑 他要回到3089以上 现在反弹空间还没到 那么我们希望他先不上了缺口 再回来 果然昨天先不上了 我回来 回来就可以买股票 仓媒可以加大 对吧 这是看指数 那么创业板这边呢 399006 创业板这边 他呢比大盘这回走得好 还有个000688 科创 他大盘多了一天 就是提前的 我们讲过这个线下有量和线上有量 反弹都现在都叫有量反弹 没问题的 11月份的行情比书要好做一点 因为他有个公募拉那个排名嘛 这几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回来也是可以买了 就是你仓位可以加点仓位 之前如果之前我给大家说了 这个这个地方漏的话 你可以加仓位 拉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来加仓位的股票 你可以高跑回头再低息回来 这是可以的 也可以拿着不动 都没问题 那么 8800003 他 他会告诉我们什么地方呢 反弹的空间快要到了 他就到这个地方来 快了 到了 也要回来一下 我看他可能更好一些 对吧 你知道 他这个东西就是说 空间 还有没有多少 大盘上去还得回来 就可以了 这是你看趋势 那么看板块呢 我们每天 今天是9900亿 每次看9000亿的时候 你看那个 涨跌幅的板块里面 没有3% 看2%也可以 那么 这是还有行业的 现在看 今天看概念走得好 还是走题材 现在什么东西 不管什么东西 就是万物 华为 只要你跟华为 这还很关系呢 万物华为 就万物互联最早的是什么 你就联系到华为 你就这 华为结束 没结束 华为结束两个标准 一个是打 连板那种票 崩了 新龙没有了 现在没问题 因为什么 还有一只票 还在打了10个板了 对吧 打了10个板了 就他 没有 那么这是一种连板的票 那么 0628是什么东西 他就叫人气票 走独立逻辑的 他今天反报了 反报第一个板了 我们讲过第一个板 你不知道是不是 结底之心 对吧 那么今天呢 他一出板以后 他是被 这个 被这个 别的票给带起来了 就逼着他走 算力这个 你看 算力比大盘走得好啊 算力 你看见没有 提前上来 量全都够了 对吧 进入上涨 都要起来了 到这个地方 我们讲过这个指数的 这一波下来的 对吧 50 75 你知道 你再去追 就小心点 除非你追的 他是老大龙头之类的 对不对 这里面 要么做 做DC啊 追掌啊 都可以 你看老大怎么走 就可以了 这是今天是算力 注定 东树西双 也是这里面的 这是光模块 今天也起来 还是跟华为 那些东西有关 啊 就是万物华为 华为版本没有 结束 就是把这个东西 还有一个 就是传媒娱乐 啊 传媒娱乐这两天 就是大家知道那个什么 被包围了 好几种包围了 对不对 他有那么几只票 看看情绪 我讲的后面是看情 概念就是看情绪了啊 昨日连版 看着你们的 那么 昨日连版你们看 这是四连版 他叠加了什么东西呢 就是 算力注定 他走这几个版呢 开始走的时候 都是那个传媒娱乐 啊 这是自己走的 一字版了啊 可能有什么东西 龙运也是 就我们发现这个 啊 这个 传媒娱乐 的板块 哎 出四连版了 那你这个 我们讲过 这个题材是大题材 小题材 现在的过程叫龙头 PK 那么 大题材 你必须成腰 啊 现在看不出大题材 你 他在龙头PK的时候 你愿意操作 有难度 啊 走出以后 真正的大龙 肯定有一次 落转强的时候 就你买入机会 啊 有的人喜欢这么做 你像做的 有水平也可以做 没有就稍微等一下 啊 包括人工智能这边 啊 机器人 啊 今天也有个票数三本 对吧 机器人 通达电器 到底是机器人呢 还是什么东西呢 啊 这是五连版 对吧 目前来五连版比较多了 对吧 就这么一只 啊 有个五连版 五连版 他有人说是汽车 啊 有人说是汽车 有的说不是 那他现在我们看着 同样性显得是汽车 那么汽车里面 现在老知道是他 啊 那他是 比如说补涨和高地切换 都不对 他是叠加别的东西了 那么这种一只板的票 中间没有换手 小心一点就可以了 一旦打开 看他宽不宽容 你想做情绪票 每天的定了 他在干嘛 啊 0628在干嘛 你就知道 你的情绪是转弱 是转强 对吧 无非就是连版 第二就反包 对吧 那么 前面几次的九千亿的时候 两条主线 一个是医药 啊 还有一个是半导 半导体元器件 对吧 今天又上九千亿 可中间九千亿的话 又有几只票出来了 有几个板块出来了 都是在概念里面 行业里面 就通信设备 第一次有他 在那个第一个九千亿的有他 对吧 通信设备有他 那他们都是元器件之类的 你得看一下 还有个什么 新型工业化 啊 新型工业化 看看板块指数 这是个新指数 打下来之后 反弹了几天 包的票也比较多 有的还通杂性这个这个 有些东西还没给你合进来 啊 按照板餐步骤 回来 有没有再有机会 新型工业化 等大帆回的时候 现在就别追了 传媒娱乐呢 这个板块呢 是刚刚 比大帆好一点啊 这天进来呢 1234 确认了 那么 再来个量 又五天的量出来 那就漂亮了 回来还有 有持续性 还差一天 那你就等等 也可以 愿打打不打 也可以了 所有我们讲这些案例 都是教训案例 不是救援股票 反正是自己的事情 那么 11月份呢 到月底的时候 肯定有公布拉市值的票 那么有些基金重创的票 你跟着去看一看 业绩好的 做那个也可以 要么就打情绪 打题材 华为 当前就以华为为主 华为它分支很多 对吧 站着华为就长 华为板块还没结束 结束两个标准满足了 我们就说结束了 没有 盯着华为做就可以了 新的板块 包括 新的题材 想替代华为 可能性有没有呢 现在看不像 那么 包括芯片也是跟华为 站上去 华为光 它也长 对吧 那你就盯着华为 干到底就可以了 那么像有些大票 比如说 601127 这种 601127 就华为 问界 对不对 这种 抱团 包括这个 2456的消费电子 消费电子 最近走的也不错 它也是跟华为有关系的 比如这种抱团票 包括600895 这种抱团票 抱团票呢 我们叫 我们 我们叫大票 抱团 不是叫中军 突破以后 确认了 再去买安全 抱团的票 原则是 不要追涨 尽可能低息 它不是情绪票 最容易被套 它有可能走三 走三天 回两天 走一天 回两天 走两天 回一天 就 比较难做 但是呢 你只能低息 低息的原则 就是说 设置损位 给你一到两个 中央大洋 比较适合在里面 坐高炮低息 有人会坐梯 坐梯也可以了 没有 对不起 这样一追 就不好说 那么突破了 没有确认 你打起来 也不安全 有确认线了 那你确认线 不破 你这个 就不止损 拿着就可以了 要你一追 就逃了 好的 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投资顺利